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童童姐姐 你想了好久喔 我跟亮亮都要睡着了啦 妈妈 有在让我想一下吗 桌子怎么在动啊 梯桐 梯桐 地震了啦 妈妈 亮亮赶快躲到 建议的桌子旁边 继续空气了 妈妈就是啦 停了耶 停了 停了 童童姐姐 地震真的好可怕喔 五四驢 眸眸亮亮 五四驢 不要害怕 如果地震来了千万不要慌张喔 我们要保护自己的头 躲在柱子或是坚硬的桌子柜子旁边 这样子就算房子倒下来了 也会先压到他们 不会压在我们身上喔 我知道了 还好有童童姐姐在 不然我们一定会吓死 那我们赶快把桌上的东西收一收吧 嗯 怎么桌子又在动 梯桐 够够空气了 没有啊 我怎么一点感觉都没有啊 不好意思喔 这次是我在抖角 不小心碰到柱子了啦 妈妈 好能量 吓死我了啦 梯桐 地震 梯桐 地震 童童姐姐 梯桐的时候要注意什么事情啊 如果梯桐发生了 首先要先保护你的头 那遇到梯桐要躲在哪里呢 遇到梯桐要躲在坚固的家具 或是柱子旁边 驾驾空气了 快躲起来 驾驾空气了 快躲起来 五四驾 不要害怕 五四驾 不要害怕 啊 童童姐姐打雷了 好可怕啊 驾驾空气了 五四驾 萌萌 你在家里很安全 还有我陪你啊 五四驾 驾驾空气了 五四驾 两句客家话你学起来了吗 好客户喇喇 我们下次再见 张萌萌 张萌萌 张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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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萌